肠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大多数人的健康问题,经常出现消化不良或者是食欲下降等小毛病,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小问题,甚至都不需要是要看医生就可以解决,但是这恰恰说明了你的肠胃过于脆弱,随着自己不注重吃的东西,会暴露出更加严重的肠胃疾病。 肠胃主要负责身体的消化,我们的一日三餐都需要肠胃,所以肠胃不舒服对于身体伤害非常大的,可以帮助大家改善肠胃不适的现象,可以预防肠胃疾病的产生。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,哪些东西可以改善肠胃? 一股类食物,股类食物中含有淀粉,约占70%到80%,经胃肠消化后可变成葡萄糖,是人体的主要能源。 股类食物中还含有脂肪,蛋白质,维生素,可以让自己胃肠得到保护。 二胡萝卜,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,进入肌体后,可以补干凝木,还可以健脾力位,增强食欲。 胡萝卜对于肠胃健康有促进作用,增强抵抗力。 三南瓜,南瓜可以保护肠胃,杀毒止痛,进入肠胃之后,会吸附肠胃壁上的细菌和病毒。 包括我们常说的毒素,这些毒素会成为身体的百病之源。 果胶可以促进身体自行排毒,减少疾病产生的几率。 南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南瓜小米粥,粥本身就是养胃的食物,加入了南瓜这类含有果胶的食物,更是有助于肠胃健康。 所以,肠胃不适的人群,可以经常吃一些南瓜小米粥。 四香蕉,香蕉具有乱肠通便的作用,其实香蕉含有保护维部的作用,因为香蕉中含有一种恶质癌细胞的物质。 吃点香蕉,可有效益质癌细胞。 香蕉含有助于减肥瘦身,香蕉含有相当多的甲和美。 甲能防止血压上升,及肌肉静卵,而奶则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。 香蕉的消化,吸收相当良好,因此从小孩到老年人,都能安心的食用。 并不及均衡的营养,最近不吃早餐的人越来越多。 而以前的活力来源,又是早餐,因此具有力极尽,且能长时间保持能量的香蕉,便成为最适合当早餐的食品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